261 香港經濟日報 希臘金援談判再延期至明天 2015年7月27日要問A.08國超希臘與國際債權人回談再起波折 最新消息指回談因技術問題將延後一日 總理齊普拉斯·勒斯斯斯普利斯備受黨內議員反對壓力 外界預料他話題前9月舉行大選 尋求民意支持 希臘政府發言人上週初曾表示 將在上週五與歐盟 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就為期三年的新一輪金援在雅典舉行談判 其後傳出債權人擔心地點和安全問題拖到今日進行 但到上週六又傳出因技術問題 雖純然至明日 黨內反對升多總理或9月大選市場擔心 新一輪救助協議拖得如久 資本管制便實施如久 以租重創的希臘經濟就更雪上加上 目前仍不能肯定今週能否重開股市 但民眾每週提款仍有上限 暫易無法買賣股票 或進行大額轉帳 經濟活力愈來愈弱 希臘財政部官員指 今次延期沒有政治或外交因素 純粹是談判籌備想的技術因素 不過 希臘更一國內反對緊縮方案的聲音高漲 再次批評政府讓布施喪權辱國 聲言會進行杯葛等抗議活動 路透社引述齊普拉斯一名助手表示 上兩次國會就改革方案表決 執政聯盟均有三十多名議員倒鍋 政府不可能每次都依靠親歐洲的反對黨保駕護航才能順利闖艦 希臘局務部長帕帕斯·納克斯·帕斯直言 國家不能長久由一個少數派政府領導 者說暗示可能提早大選 希臘罪新聞依調查顯示 齊普拉斯的支持率仍高達61% 反對比例為36% 另有78%的受訪者希望希臘留在歐元區 115-5%? 5-5%? 5%? 5%? 5%.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